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奥雷 今天带来地狱少女系列的倒数第二集 悲伤的记忆 女儿刚刚去世,公子悲痛不已 她大声斥责医院里的医生草菅人命 见到院方不太重视后 她只好拿出了黑色稻草人做威胁 原来她之前就联系好了闫魔爱 就在公子要解开绳索时 丈夫突然出现,叫住了公子 此时公子突然失忆,忘记了此行的目的 因此便被丈夫带回了家中 前段时间公子和女儿因为遇上车祸 而被送往医院抢救 然而没想到小护士在看到女儿停止心跳后 竟然劝逐到男友停止救治 这是紧急救治,失败了也不要紧 况且你还是院长的儿子,谁敢处分你呢 听到这话,男友便心安理得地与小护士闲扯 殊不知意识模糊的公子将这一切 听了进去 看到公子大闹医院,男友紧张不已 但小护士却劝道 上次的手术让公子留下了后遗症 现在的公子有很严重的记忆障碍 记忆会慢慢消失 所以根本不用害怕 他很快就会忘掉为女儿报仇这件事 不过现在最麻烦的就是那个黑色稻草人 万一哪天公子脑子抽筋解开绳子 那我们之中肯定会有一个人死去 所以找到稻草人是关键 为了找到稻草人,小护士与志愿者的身份来到公子家照顾公子 公子失去了之前的记忆 因此他可以放心大胆地搜刮 然而找了很久也不见稻草人的踪迹 于是他便顺手偷了一些钱 反正公子肯定会忘掉 另一边失去记忆的公子忘记了稻草人 所以爷墨爱只能叫大叔先变回来 然而没想到公子却在此时打开房门 爷墨爱来不及离开 因此被公子发现 公子误把爷墨爱当成了女儿 还将爷墨爱介绍给了小护士 小护士知道公子的女儿已死 所以以为爷墨爱和他一样不安好心 肯定是来博取老人的信任 然后骗钱的 变成公子的女儿后 爷墨爱感受到了消失许久的亲情 所以一时间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姑女明白爷墨爱的感受 也知道她是真的累了 丈夫回家后 公子立刻将女儿已经回家的消息告诉了丈夫 这让丈夫很无奈 但公子始终是病人 丈夫也不好过多的责备 看到丈夫态度不对后 公子立刻翻起了笔记本 这才知道爷墨爱不是他的女儿 通过翻看笔记本 他终于想起自己曾经联系过地狱少女 但地狱通信打不开 使他无法再查下去 某天 小护士在寻找稻草人时 被公子撞见 公子早就告诫过小护士 不要进女儿的房间 小护士本想利用公子 记性不好蒙混过去 但公子只是记性不好 并不是傻 而且公子早就发现 家里的钱少了 这下小护士不得不恼羞成怒地离开 公子知道自己有记忆障碍 所以便将自己的事都记在了笔记本里 只要有这本笔记本 他就能知道自己是谁 这段时间多亏了爷墨爱 他才能过得如此开心 同时他也知道 女儿永远不可能回来了 爷墨爱与女儿的气质相近 所以公子提出了一个不情之请 他希望爷墨爱能换上女儿的衣服 让他再感受一次女儿的存在 爷墨爱犹豫了一会儿后 还是满足了公子 或许爷墨爱已经将公子当成了亲人 深夜 小护士溜进了卧室 这次他终于找到了盗讨人 但公子也发现了他的闯入 小护士再次以公子 记性不好为由找借口 结果被公子无情拆穿 既然已经撕破脸皮 小护士也懒得在眼 直接抢过了笔记本 他知道这本笔记本 承载着公子的人生 因此打算毁掉笔记本 这样公子就会忘记之前的一切 即使以后重写一本 那也能折磨公子好长一段时间 这次的任务已经完成 小护士也不再继续逗留 拿着盗草人和笔记本 飞速逃离了这里 扔掉笔记本后 小护士打算连盗草人也一起扔掉 结果被爷墨爱阻止 爷墨爱的力气超乎想象的大 并且刀枪不入 令小护士吃了一惊 见此小护士只好撂下狠话逃跑 随后爷墨爱又帮助公子 恢复了关于地獄少女的记忆 并再次向他说明了盗草人的使用方法 虽然记忆还是不完整 但小护士做过了一切 公子他都还记得 所以他的复仇对象便是小护士 如果不是小护士不拿人命当回事 公子也就不会失去女儿 如果院方真心抢救 即使抢救失败 他也不至于选择复仇 想通这点后 公子便解开了盗草人上的红绳 此时的小护士正在和男友讨论 结婚事宜 再过不了多久 他就会变成院长夫人 然而没想到 眼前的男友是假的 小护士既然不把人命当回事 那就让他常常被人当作牲畜的感觉 救护车呼啸而过 将小护士撞倒在地 撞倒人了怎么办呀 管他呢 反正人已经不行了 救他简直是浪费时间 到了此时 小护士还不明白 自己错在哪里 简直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在前往明界的路上 小护士终于知道了爷墨爱的身份 他听过关于地狱少女的传说 因此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最后公子还是失去了所有的记忆 不过这样也好 毕竟记忆里如果都是痛苦的话 生活是不会开心的 至少公子还可以重新开始 倒数第二期的地狱少女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 接下来是微博问答环节 奥雷 表哥总打你 该不会是因为知道是你告的密码 然后恶性循环下去了 这个倒不会 因为我一般都是打防守反击 别人对我不好 我才会对别人不好 表哥打我是一二年级的事 我告密差不多是两三年后的事了 因为挨打那两年过得太惨了 任何理由都能成为表哥打我的借口 就好像你进门卖的是右脚 老板却因为你没有先卖左脚 而将你开除一样 街上有块铁柱路障 他也要我用拳头往路障上打 美其名曰练拳 还好我熬过去了 就说到这里 我是奥雷 我们下次见